第六三题比较复杂一点点地方 就是说一般不就是怎么样呢 不就是绕了绕一圈刚好360度 可是这地方很奇怪 就是不是绕了360度 而是绕几度呢 他还给你一个很奇怪的尺寸 28.95 那也就是说呢 这边总共有几个这样的角度呢 总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嘛 所以总共有 是不是五个 五个嘛 一个 一二三四五个 所以呢 也就是二 28.95乘以五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他的方向 如果说你今天画出一个之后 你要旋转 那他又是顺时针 又是负的方向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相关的尺寸 这个地方 他有跟我们讲说六个 直径为二十 那我习惯用半径就是十 然后这里面的话会有五个 这个是半径为五 那这个部分通常会怎样 其实就可以把切 如果做出来这个就想切切 半径为五就可以 所以这边有五个 那如果说你要做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画法当然有很多种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画一个圆 这个圆的半径为十 Enter 再来画一条线 这个线段的 这个这个就距离就四十 好 四十之后的话呢 也就有点像一个棒棒糖 OK 然后转 那旋转的方式的话 当然 你会想说 老师那 这个怎么旋转比较快 第一个你可以用旋转加复制 不过如果你用旋转加复制的话 假如说你用旋转 旋转的部分 点一下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CEnter 然后呢 因为是顺时针嘛 所以是负的方向 二十八点九五Enter 好 那你做 好 好 好